每一年來參加一定要有信心的啦 但是希望今年不要又說明年再努力啦 我希望師父能得獎 我們也預祝他能得獎 但是我當然也希望師父可以得獎 師父得獎就等於我們得獎 是你看看我現在今天才知道原來我左右的 左右附華凶大 我們有腦 因為第一次入圍當然會有點緊張也有點期待 我也是希望師父可以得獎 因為爸爸基本上不讓他走紅毯 就是怕他一直踩到我的裙子 所以這次就跟他說先不要先不要 我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是當時尚的野人 所以我今天穿的是非常有自信 然後今天從中午的時候呢 就已經到髮廊去用了這個頭髮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應該是史上最帥的一天了 因為其實憲哥就一定是要跟女兒一起走 那今天他就是為了說不要讓我吃醋 所以他就覺得不要跟身體走 也不要跟我走 這樣大家都平均平衡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是還蠻感動的 對有想到我有想到我 絕對行銀要把金鐘獎帶回家 耶 待會如果真的沒有得獎 我就第一個打黃紫嬌 我這次是抱著一個來觀摩的心態 因為真的是第一次終於以電視人的身份來參與金鐘獎 然後其實沒有什麼得獅心 但是希望就是麻醉劇組真的是拿越多獎越好 因為我完全能夠了解台下入圍者的焦慮的心情 然後我希望就是讓他們繼續的焦慮下去吧 那我覺得是當然今天並不是入圍者這樣頒獎人 所以是比較輕鬆 所以有一種好像一年一度的同學會 來看看老朋友 今天沒有 但我有帶著我們全村的希望 今天家人們都在電視機前面守護著 那我希望可以有好的禮物送給他們 今天因為是滑甲 所以我在手上我先畫一個 你送一下你快收看一下 因為其實他們都有帶花 然後我就帶了一個自己畫的花 然後我就帶了一個自己畫的花 然後就把他們放在去 然後就這麼說 那會有很多融蟻 我覺得可以很開心 很好